但那個另外一張照片 這是路透社拍的 然後英國的衛報 把他選為這個今日最好的照片 導播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所以你看到你們的照片 被選為這個最佳照片 心裡有什麼感覺 對這個照片導播如果沒有的話 我這邊有 他現在還在這邊 這邊這個這個 這個是被英國衛報選為當天全球 就這張這張 他是當天全球最佳照片 全球就是不是只有臺灣 因為衛報每一天 世界各地包含打仗 有些是烏克蘭的 我有點去烏克蘭什麼 就我不知道這個 烏克蘭什麼之類的 他就把這張照片 列為全球最佳照片 那這照片是幹嘛 是在凱道 然後凱道上面有個年輕人 綁著搶救王毅川的布條 綁著搶救王毅川的布條之後 聲嘶力竭的吶喊說他想要這個這個希望民進黨可以贏 嗯 那被這個東西呢 他重要是這樣 那個攝影記者跟最後衛報編輯說 他感受到這個年輕人的動能 所以搶救王毅川這個行動 我坦白講 你說政黨票有沒有可能外溢 因為他選項很多 對於民進黨來說 長期政黨票都有一個困難 就是民進黨支持的喜歡 總統支持民進黨的 政黨會支持其他政黨 嗯 這是過去很容易發生事情 對 那對於民進黨來說 我們當然政黨競爭 我們最後還是要希望說 凝聚一個向心力來嘛 凝聚向心力的過程中 當然你可以看到時代力量2點多趴 那極進黨 時代力量應該有被吸走 對然後極進黨不知道1趴多還多 我忘記 可是我們知道會發生這種狀況 可是我們過程中我們有謹守一個分寸是我們不對小黨攻擊 我們知道最後我們都沒有呼籲呼籲大家集中選票 因為我認為這個選戰是積極正向歡樂負責任 所以我們不要去攻擊別的政黨 所以最後能凝聚出來 對區立委當然有幫助 是 因為你願意出來投票就會有幫助 搶救一川大兵救了一些區域立委 但是我想要請蘇培來看一下 這次的選舉 包括總統的區域的 民進黨算是持平嗎 總統贏了 但是票數 票數當然不如預期啦 其實應該想要 本來你們內部估多少 本來就如大家所說的嘛 我們希望的是適時往上再能夠去調 那可是呃後來的選舉結果 雖然勝選 但這個還是呃有這麼多的 這個沒有沒有繼續往上衝上去 這部分 我們當然有遺憾 那例外就是區域立委 有很多的立委 其實沒有順利連任 包含台北 新北市的這個羅智政 像這樣子優質的立委都沒有辦法連任 然後向中二選區的林靜宇都沒有辦法順利連任 這件事情其實讓我們覺得有一點遺憾 不過我要回應一件事情 就是說國民黨這個呃 我們我們勝選之後 我們的感言 其實第一個 剛剛我在主持的時候 賴清德賴副總統有講 我們做得不好 但我們會繼續檢討 所以謝謝每一張投給我們的人 也感謝每一張沒有投給我們的人 我們知道民進黨要做得更好 那可是問題是你看國民黨的敗選感言 罵洪先生 他在他在他在檢討民眾黨之外 他說有六成的選民支持輪替 我要講的是說六成的選民 沒有支持民進黨 但不代表六成的選民支持侯友宜 我要告訴你 告訴大家 你知道侯友宜的總統選票 拿到四百六十七萬票 可是他的政黨票多少 四百七十六 所以代表支持國民黨的人 沒有全部支持侯友宜 你們該不該回去好好的檢討 到底國民黨黨內發生什麼事情 是一直在指責別人 一直罵民進黨 罵民眾黨 罵誰誰誰誰 完全不用檢討自己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柯文哲的票有大於民眾黨嗎 柯文哲的票大於民眾黨 唯一一個小於的就侯友宜 賴清德的選票也大於我們的政黨票 代表不管是柯文哲或者是賴清德 總統的魅力是大於政黨的 所以那侯友宜自己發生什麼事情 是不是從提名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一一串一連串的策略的錯誤 所以導致侯友宜這樣的狀況 所以當然這國民黨自己去檢討啦 那民進黨當然我覺得勝選了 但我們就是還要更努力 尤其很多區域 像羅智政委員那一席 我就很沒有辦法接受 他居然輸給輸給一個 會把人家不這個不亞的照片 拿出來開記者會的政黨 我真的覺得這很誇張 他家老婆都沒有意見 結果這個政黨把他拿出來開記者會 我覺得這真的是我很沒有辦法接受 當然我敗選了 一定有自己敗選的理由 但我覺得這樣子的風氣 是應該我們在選舉裡面 要被鼓勵的嗎 我覺得這真的讓我一直在省思 這一件事情 那當然不黨 政黨票的部分 我還是要謝謝益川大哥 益川大哥跟鄭浩 還有冠廷 在最後一個禮拜 衝出民進黨所有本土的票 來支持民進黨的政黨票 我覺得這才是能夠讓我們不分區 這一次拿得好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不分區的票有超出你們的預期嗎 我覺得不分區的票 其實可以看得到其他小黨的票 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他們最後的這個動作 把所有的票都鎖住了 都鎖住在民進黨 這是第一個 大家就要看王益川 你比黃國昌 對 韓國語嘛 對 大家失望了 抱歉 所以這個是一個部分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有一些區域比較危險的部分 像博弈 高雄的李博弈 然後屏東的這個許富奎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益川大哥到現場去 讓所有的本土票可以集結這件事情 是一個事實 好了 rocket 好